雷声滚滚而去 风亭雨收的时候 皇宫里的太后 也收到了禀告 听到消息后 太后说道 哀家就知道 平王他不是天法 内侍说 是的娘娘 也占了四五人 在草人四周 他们当时跪下趴下 那雷就只击中了草人 可见当时是谁高击中谁 殿下这是意外 文言 太后是累 他哭道 这真是太好了 是意外 是意外 说完自己又愣了下 太好了 这有什么好的 他的孙儿还是死了 不管怎么死的都是死了 太后大哭 这真是飞来的狠祸 看着太后哭得气喘 四周的内侍宫女们 忙上前劝慰 内侍们流泪说道 娘娘 抱住凤体呀 现如今万千种蛋 可都洗于娘娘一身了 如今皇帝病重 国事为难 竟然是哭一声平亡 都哭得不痛快 太后想到这里 更是大哭 我的儿 一个内侍室上前打断太后 她低头启示道 娘娘 这个消息 奴婢去告诉皇后 娘娘 皇后 太后提下来哭 她问道 皇后 皇后 皇后在哪儿 她在哪里 一直守着陛下 半步未曾离开过 太后依着平击沉默一刻 想到高陵波说的那些话 手不由攥起来 这宫里 真心为平亡难过的 也没几个 有心的 自然之道 无心的 也不用特意去说了 如今的宫里的气氛 随着平亡罹难 皇帝病倒 悲伤沉闷中 还有些暗藏的汹涌 那是低头应声 是 站回去 没有再动 太后又问道 贵妃如何啊 娘娘 还是那样 吃了药 睡了 倒是不闹了 自从得知 平亡死了后 贵妃就疯点了 在宫里 又是哭又是喊 还说出一些 害人的话 太后无奈 只能让人喂药 让她安静下来 想到那个 日常在自己眼前 激励说笑打圈的贵妃 再看如今的贵妃 就不过是一眨眼尖 这真是苦啊 太后再次闭眼要哭 门外的内侍传道 娘娘 齐国夫人来了 高陵波的夫人 封齐国夫人 此时 高陵波地位不够 不能宫中轮值 便让夫人前来 命妇又是亲戚 在这个时候 前来探望太后 无可厚非 前朝的大臣们 纵然明知 这等同于高陵波来 但也不能太过于阻拦 不知道 这又是来说什么了 就连哭也不能 好好地安生地哭一场 太后撑着身子 坐起来 狠狠地 捶了捶卧榻 可是 又有什么办法呢 她的儿子倒下了 她不能看着 儿子的江山旁落 绝不能 船 天子寝宫的门被打开 有人急急地进来 一个内侍说道 娘娘 娘娘 坐在天子卧榻前的皇后 转过头 树莓瞪她一眼 起身 走到人帐外 内侍们跟过去 压低声音 开口道 娘娘 金水院来说了 世财成娘子 真的引来雷了 她的声音里 带了几分欢喜 文言 皇后松了口气 这真是太好了 这里太好的意思 可跟太后那边的太后 完全不同 她接着说 本宫就知道 成娘子定然无事 那是自然 成娘子神仙弟子吗 真要是神仙弟子 哪里还用今日的事 皇后摇头说着 一面转过山 看着连杖 透过细细的连杖 看到卧榻上 安静躺着的男人 这个男人 在的时候 不觉得他有什么用 此时躺下了 才发现 还是有用的 至少他在 自己能安心的 等着死去 什么时候 连死都要提心吊胆 那日子 真是 又有内侍 急不进来 面色 带了几分黄黄 娘娘 齐国夫人又来了 皇后 转头看她 问道 说的什么 内侍上前一步 低语两句 皇后 面色木染 呼的 又笑了 只不过 这笑容 满是嘲讽 哼 真是想不到 到最后 还是她的 不管是外界 如何喧喧 也不管 皇宫里的人 被喜交加 成家宅院里 安静依旧 这是我家老爷的帖子 我家夫人 让我问候娘子 可还好 两个家婆 递上礼物 传达 家中夫人的问候 如今 非常时期 不便登门 但家里人 都惦记娘子 婢女 盲事礼道谢 多谢陈大人 和陈夫人惦记 娘子 一切安好 陈少家的人 不敢多留 立刻就告辞了 必你也知道 此时 不便来往 陈家 能派人来问候一下 已经是 实属不易了 这一个问候 只怕 明日弹劾 陈少的奏章 就会递上不少 陈家的车马 才吱吱压压的走开 有人在门前 跳下马 婢女有些惊讶 秦郎君 秦胡 抬脚上前 他问道 可能 进你家娘子 婢女看着他 似笑非笑 他问道 这个时候 郎君不怕吗 秦胡笑了 我一个小小的选人 又不吃相公大餐 有什么可怕的 他说着 站在门边 没有卖布 还请通禀 通禀什么 师三 你又专模作样的 干什么呢 门内传来说话声 秦胡 抬头看去 见周福走出来 周福 正没说道 来了 就进来啊 还等着人 八太大叫请你啊 但这一次 秦胡 没有回应他的 说笑打趣 而是神情郑重 他一边看向门内 一面说 我不知道 我还能不能得他一件 秦郎君 昏昏的夜色里 那女子的眼中 闪过一丝惊讶 或者 一丝惊喜 又或者 是他看错了 是 你妈 当他说出 这句话的时候 那女子 瞬间沉寂的神情 他可以肯定 绝没有看错 他一直想看到 这女子 在自己面前 浮现不一样的神情 没想到 真的看到了 那神情 一遍又一遍的 在眼前重复 每一次 都像是 有一把刀子 戳他的心 不 或者 应该说是 自己的话 戳了他的心 他根本就没想到 自己 会说出那种话 那一瞬间 他的神奇 秦胡 忍不住 钻紧了手 周福 一把抓住 他的胳膊 问道 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听半秦说 哪天你在 红宫外 等着他 你 你们 我怀疑他了 秦胡说着 看着周福 周福愣了下 旋即 松口气 唉 这点小事啊 怀疑他的 又不是 只有你一个 他撇撇嘴 下意识的 看向皇宫那边的方向 那里面 可是一大把呢 挑出不怀疑的 那才是难得 再说 自己 还有父亲 就连那个范江林 心里只怕 也是这样想的 秦胡说 你们能 我不该 周福看着他 笑了 伸手 一拳过去 将他垂开 所以 你这是来逼着他 原谅你 好让你心安吗 秦师傻 谁又比谁好多少 你又得意什么 你又该什么 该你什么 是啊 他这是来道歉了 有什么可道歉的 做了就做了 何必还非要逼他释怀 秦胡抬起头 狠狠地捶了自己一下 点点头 对 你说的对 我只是情太甚了 他说着 重招服拱了拱手 转身跳在台阶 上马就走 婢女在一旁看着呆呆 又看周福 六公子 我 我还用去回避一声吗 婢女说着 伸手指着里面 娘子 应该小气好了 不用 理他们这些闲人呢 周福说着 转身向内走去 还没走两步 听得身后马蹄极响 周福刚回过头 就见秦胡已经跳下马 身后还跟着一个显然是刚骑马急奔而来的小丝 小丝口中还喊着 公子 公子 你干什么 老爷叫你速速回去 秦胡没有理会 急步而行 连招呼都不打 静止向内而去 周福喊道 还没问见不见你呢 秦胡理得没理 急步向内去了 成交娘正站在廊下 看着院子里 皇室和丫头 带着小宝 跑跳笑闹 见秦胡进来 皇室忙要带着人避开 不用的 嫂嫂 你们玩吧 我们进去说话 成交娘说着 一面对秦胡做情 秦胡摇了摇头 不用了 我就来说一句话 我也要立刻回去了 成交娘看着她 点点头 含笑聆听 想过再见她怎么样 但是原来 其实也没什么不一样 你放下 她就放下 你不计较 她就不计较 与金子交 就是如此的简单 秦胡点点头 笑了笑 又收起笑 太后 接秦王回宫来 跟过来的周福 听到这句话 不由停下脚 神色惊讶 秦王 成交娘 欧了声 目光 看向院中 秦胡 也看向院中 那里 皇室 带着的小宝 正手里 举着风车 盘身 追着婢女 奔跑 发出 咯咯的笑声 弱弱又同 不知寒暑 不知悲喜 最是 烂漫世界 秦王府里 有些嘈杂热闹 一个个包袱箱子 被抬出来 一辆马车 显然已经放不下了 身穿高品街服的内饰 笑着 对静安郡王说 殿下 不用拿这些 静安郡王摇头 这些 都是他用惯的 换了会闹的 他一面说 一面转头看去 见几个内饰 连拉带哄的 带着庆王来了 庆王被打断了玩闹 很是不高兴 不停地甩手大叫 静安郡王上前拉住他 笑着说 六哥 我们进宫 续请娘娘 到那里 再接着玩 哥哥陪你玩 庆王哪里听得懂 哼哼哈哈的甩手 这边的内饰 笑着也迎接过去 和静安郡王一起 向庆王劝上车 静安郡王抬脚也要上车 内饰呼的伸手 虚拦一下 内饰脸上笑意浅浅 殿下 您不用亲自送了 奴婢们能行的 静安郡王身形一顿 看着这内饰 内饰又收起笑 带着几分凝重 他压低声音 认真说道 太后一旨 接庆王进宫 如今非常时候 太后没有传诏 宗室 还是不方便进宫的 这样啊 静安郡王 垂下手 站直身子 宫中马车 渐渐远去 门前的静安郡王 依旧站立不动 王府附近窥视的视线 凝聚在他的身上 内饰出声提醒道 殿下 回去吧 静安郡王 似乎这才收回神 转身回府中 站在府中 却又是一阵出神 感觉 府里空了一大半了 其实 只不过少了七个人而已 因为大多数时候 他都亲里亲为的 伺候庆王 庆王身边的长随 只有六个人 随时 自然也跟着进宫了 内饰 看着静安郡王 念一下 这不是挺好的 静安郡王笑了 点点头说 没错 是挺好的 一直以来 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这一天吗 他说道 我只是有些不习惯了 算起来 他们兄弟 已经作伴十几年了 尤其是这三年 一个又变成了 懵懂无知的幼童 一个则如同保姆 教养婆婆一般的 伺候着 内侍 寒笑说道 殿下 殿下 殿下要习惯的 如今 亲王大了 不再是小孩子了 殿下要做的 不是细心的照顾他 那些事 自有奴婢们去做 殿下要做的 是更大的事 更重要的事 殿下 可是答应过亲王的 静安郡王也笑了 点点头 是啊 要习惯的 就好似 六哥变成了亲王 虽然 那么的不甘不愿 但 还是要习惯 如今 他习惯了的亲王 又要变了 所以 他还是要习惯 因为 不管怎么变 那都是他的六哥 哥哥答应过 要带你去握住这天下 说吧 他伸出了手 慢慢的 攥起来 握成拳 这是你的天下 现在 你终于能拿到了 哥哥 还要让你拿得稳稳的